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绝佳的成长机遇 不过也正值这趟美国行却让粉丝们集体炸了锅 控诉王俊凯的助理失职 行程安排不当 照顾艺人不周 对此三小只都是坚口不言 不做任何回应 而因为经纪公司在事前 已经与公关公司打好招呼 禁问此类事件 现场便有工作人员不停地打断记者的提问 尽管如此 王俊凯还是小心透露在美国穿得很暖 想要安抚粉丝的心 不言而喻 虽然高人气对于艺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粉丝过分的关注让他们倍感压力 三小只就曾多次表示 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就连家人也不能幸免地被打扰 活动现场 人乖嘴甜的王源就表示 所有的压力需要和工作人员共同承担 也疑似是在对此次粉丝首私助理事件的回应 王俊凯赴美参加长城的宣传 而王源出演的绝技日前也在国内上映 作为好兄弟自然要捧场 但也少不了要一些调侃 不过这看的是绝技 调侃的却是王俊凯仪式 怎么听都有一些自带猛脸 有啊 因为绝技上映之后 我们三个就挑了个机会去看 第一次去看的时候 电影里全是粉丝 我们就吓到了 然后第二次就包场去看 看完之后有个特别好玩的 我们三个人都走了 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睡着了 我们就没叫他 然后就直接回酒店 当然我们三个直接调侃是非常多的 对 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 就比如他 比如他们俩调整我的意思 其实特别兴趣就是 因为绝技那个波之前 会有一个长城的预告片 对 然后第一次在电影院 看的时候 那个长城的预告片